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地产经纪们因为市场是开始复苏了 但是数据上不支持 可能我感觉是不是温哥华草盘人比较多 感觉总量非常大 是 总量很大 而且主要是房价我觉得还是太高了 比如说华人占比率最高的城市列治文 在过去的7天总成交是35套独立屋 市场上挂牌总共是504套 504套除以30 那这也要一个月 所以说它成交率大概算应该是8.9%左右吧 8.9%到9 所以说这个市场上缺的是买家 对啊 买家去哪里了 买家去哪里了 还没有回过再来 而且这个对房地产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数据显示它的独立屋的平均成交 这个是224万5000嘛 你就可以看出来224万是军价 哪有那么多的 那平均佣金是4%嘛 那很多啊 弄的话就 是吧 它一周的总佣金是323万 这个很好赚啊 但是有多少经济来分这个蛋糕啊 不知道啊 蛋糕不小 对啊 找了这么多能有出得起价的人就能分蛋糕了 找不到是吧 找不到有钱人就分不到 对是啊 我们看看这个richmond richmond richmond 看它的 你看刮牌是有那么多啊 我们仅仅是选择 500套 我天 选择独立房的话 500套也没有搞票啊 但我们就看看它最近成交了 有几个200多万的 有一个180万的 这指纹不是应该算价格不是很高的地方 对啊 这么贵 对 你看这180万 这个都是里面没有升级的 我有点觉得就是温哥华那边不知道是不是温度比较高一些啊 那里面那个房子户型啊 专修感觉总有点像我们的度假物一样感觉啊 就是比较宝 单薄一点 加拿大多人都可能温度冷一些或者边边的房子感觉比较正式一点啊 这个列治文原来并不是一个很发达的地区 只不过是最近三四十年可能是香港移民有没有比较多吧 所以说呃因为这靠近机场嘛 他们就方便回回香港啊回中国 所以把这里都炒起来了哦 可能是最近翻建的可能会好一些吧 像这种你看这这种建的就好一点了 好玩一点 这个好 这个真的是一点 对 所以这种就要两百多万了 哦 对 这个全部里面全部都搞围水了搞过了 是 呃对于另一个市场就是呃 另一个地区就是呃本拿比啊 它有316套独立物挂牌成交29套 嗯 成交率才9% 那也是差不多 嗯 它的平均成交格式也是220多万了 差不多 200万出头 可以说他们还是有钱啊 我感觉这样呃 呃多伦多市场 都立物市场不知道多少 要两百万吧 感觉没有那么贵 没有我感觉100到150万的房子比较好慢一点 好 应该是100来万吧 刚呃 好像是110多万吧 均价 嗯 嗯 还是温哥华有钱 对 你看这本拿比这个房子都是100来万 也是200多万300万 我们看看他最近成交的 对成交的还是比较比较小啊 就是这种无管理费 政府成交多一点 但这个都是比较小 140万的账务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专修赤一点 专修赤一点 房间也比较小 没什么亮点的房子 这个170万的独立屋 但这个地点不好 在两个大陆旁边 这房子很旧 很久 这个房子也是很久 而且也没有升级 就是要170万 对 因为他这里的平均价是200头 所以说整个 整个大文地区 那个独立房的市场是冰封了 我们再看看最 就最著名的最最贵的地区是大文地区嘛 就 就是文革瓦斯里面 880套挂牌 成交36套 成交率只有5.3% 但是的成均价格是高达350万了 平均价格 太贵了 350万还是有了买 居然还有20多套买 是吧 对 你看这 你看他的那个被管理被证物 都是两个卧室 两个洗手间的 这边都是很小的 嗯 这种 这种 做不下去 对 这种还是比较小的 对 因为大家应该做不了 做不了 只有两件法 然后剩下的都是你看这400多万300多万成交 看看这个220万成交的房子是什么样子 嗯 哦 他六个卧室 五个洗手间 他肯定是改改造过了 但是这一个物业看起来好像有点问题 他只有一个图片 可能就是破产了 或者 破产的物业 或者是里面的装修情况不是太好的 我们再看另一个160多万也是在温哥华岛上 他是在South Vancouver 170多万 什么里面是这么破的 我感觉在温哥华170多万 不到200万的房子都是比较破的 可能有点情况的房子 哇 里面还是比较乱 那怎么来说呢 还是个商榷库 再看看这一个就是一个330万的房子 这个房子看起来就相对好很多 看来这温哥华是要到300万以上的房子 才是感觉比较好一点的房子吧 嗯 这个整体感觉就很不一样了 300万了 看来在大多地区可能200万就可以买到一个挺上样的房子了 在温哥华一定要到了300万才能够稍微有点像样的房子 总体来说嘛 那只温哥华整个大温地区交流成交量都是同比下滑 而且这个地区的房价都是非常非常的贵 大温房地产协会都说了 这个地区上个月的房屋销售量比一年前下降了5% 但是挂牌的房源数量却猛增了20% 上个月房屋销售总量仅仅为2333套 大温地区所有住宅物业综合基准价格为120万 以2023年7月和2024年的6月相比都下降了0.8% 普遍还是认为 今年以来出现的买价犹豫不决的情况在8月份呢 应该还会再继续 大家都期望央行再次下调政策利率 等到大量的存货融入 然后再去砍价 这就是买价还是在等 这个市场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反常啊 现在总体来说 温哥华 大温哥华地区 那只人士温哥华本拿比都已经全面下滑 独立房已经是成了冰封的状态 好 这一期关于温哥华房地产 现状的视频我们就做到这里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们 请多多的点赞留言关注转发 打开小铃铛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Discord讨论圈 继续我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